歡迎大家收看 我們節目的第二節 我們會討論美國肯塔基打比大賽 這場賽事是美國的傳統城市 一年一度 在2010年的時候 我們也有月亮直播過這場賽事 但我記得當時那批大超席 在天雨離漫之下 一片雷靈地贏回來 當時給我的印象 這場馬出馬很多 出到20隻馬 這次也是一樣的,出馬也是這麼多 而且回顧肯塔基打比的歷史 其實界界都很熱鬧 跑到18、90、20隻,很閒地 但據我所知道,邱吉爾元 其實我們在前年 看肉馬借杯時也看過 跑了泥地賽道,也不算很闊 但邱吉爾元一年都跑了14隻 唯獨在肯塔基打比 跑了20隻,這是傳統的 也沒辦法,因為是三冠馬王的頭關 很多馬都想衝擊三冠 有很多不同的周分的打比 一直直指著這場賽事 起碼先測試自己的實力 因為普通跑不同的打比 一群或一群,一群或一群 最好的,放在一起,我夠不夠 無論如何也要先跑這場賽事 去衝擊三冠也好 但我剛才聽熊仔所說 平日跑了14隻 為何這場馬特別可以跑到20隻 你以為賽道能頂得順 究竟邱吉爾元的賽道形勢是怎樣 為何可以跑到20隻 不如帶大家去看看 路程是2000米,起步怎樣 原來在漢台… 直路頭 我想他們叫直路頭起步 應該有足夠時間拉散馬 所以進入第一個彎 應該可以拉散,不是太危險 不過排20檔也挺順暢 還有,直路不長,380米而已 所以這個馬場 其實彎也算急 我記憶上也算急 直路不算特別長 如果起步,怎樣也好 雖然進入第一個彎 不是太急 但你搶不到好位也挺麻煩的 如果你是這麼多年來 不要說這麼多年來 近年來計算是那隻大駕駛 可以排20檔也反而贏 大駕駛 沒辦法,因為那隻實在是大超班 但到了近年來 似乎有些賣去洩 或中段法力會更好 其實你想像也想像得到 因為20檔起步 只有300多米直路 你一起步要近來的話 根本就耗了很多力 你不夠吸收 根本連這個動作也做不到 戰略上有講究 剛才剛才朱仔也開了頭 他說過這場馬 是美國很多州的打比的冠軍 或者那場馬有份上三駕駛 或者跑過打比賽 也會進軍這場賽事 老實說,大家的馬匹上 都不熟悉的 一定是,因為跑了三歲而已 不如這時候 我們帶大家其他省的州份打比 他們跑完後 那堆馬來跑打比之前的情況如何 先看拳威叔叔 他們跑得新籃打比 新籃打比 這場賽事只有三級賽 其實是約很多的 這場賽事很約 以往的晉級賽為計 這場賽事 就算你晉級到跑肯打比打比 一般都不會很好成績 他就扔掉了 跟第二名的那一部分 Esan He Clever 但其實Esan Clever 跟著也沒有來跑這場 也沒有來跑 言德統帥了 立法鱷尼納州打比 水準是比較高的 以及是歷事聯盟一起跑 歷事聯盟這場是… 因為它只是對上一場 這場是比較論盡 轉彎被踢掉了 追上來後是跑過第三 所以叫做追不到前面的 就是言德統帥 言德統帥是全賺的 對 激情酸道 路易斯康納州打比 這場賽事是二級賽 其實這隻馬 我自己不喜歡甚麼 它不是最快的那隻 但它的上映也不是爆上映 很厲害 所以你說跑得那麼高水準的賽事 無論如何都會呈下風 但如果在威力 原本就報名就沒有跑 即是推出了 好,聖雅尼塔打比 也是一級賽 在內一個和創意之源 就在這場賽事 差不多單打獨鬥 其實這裡前面的三次馬 都脫掉了後面 創意之源是一隻挺奇怪的馬 經常跟人前鬥時鬥輸 這場賽事亦是鬥輸了 比這個賽流一個 好,雅肯色周打比 是預言專家 他就在前面 這隻其實可以說 這場賽事是近年 比較好一個參考性的引進賽 雅肯色周打比 我在前面是九個 越停越遠 那隻劍牙猛虎 那隻劍牙猛虎根本就不入鏡